包括实应晶体和某种类陶瓷在内的一些特定材料 在受到机械力的时候 能够产生小幅电波 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 我们常用的烤炉点火器使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晶体制成的唱机和手机也可以借此传声 压电现象只有在施加压力 并被瞬间释放的一刹那产生能量 可是重力却是一个持久力 重力的问题就在于它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 荷兰建筑师简加普·鲁基森纳斯发现 如果触动安装在底盘上的长棍 棍子将摇晃很长时间 给底盘施加断断续续的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的发明 这个重力能的装置将带来改变 一旦重力被转变成一种可变的能量 这将产生电力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将压力材料置于摇晃的底座和稳固的地面之间 这些材料就将持续释放压力制造电能 通过小小的改进 我们就找到了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 重力就派上用场了 就连电灯产生的热能也能让装在顶上的小马达开始运转 这种技术还非常新 我们还需要探索最优的选项 但能被使用的压电材料是无穷多的 鲁基森纳斯说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汽车电池充电 或者独立发电机等大规模应用上 美国之音菩提琪华盛顿报道